看完美中台關係之後 接下來看大陸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到底會如何進展 現在談到的是說 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他會見了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他談到什麼 他說把去風險改成去中國 搞小院高牆對華脫鉤 最後美國將會反噬到自己身上 他最後說了一個禮語 說物以惡小而為之 物以善小而不為 來警告美國 另一個部分王毅也會見了 包括英國的外交大臣卡曼隆 他說這個要妥善處理分歧跟矛盾 推動中醫關係 應該回到正確的軌道 他說雙方應該共同努力 擴大利益的交會點 加強交往跟合作 以及妥善處理分歧矛盾 推動中醫關係 重回健康穩定的正確軌道上 卡曼隆其實也滿正面的回應 他說英方願意從戰略的角度 來看待英中關係 同中方發展更具有建設性的 雙邊關係 以互相尊重的方式 來控管雙方的分歧 以及解決問題 再來談到布林肯會晤王毅 關鍵所謂的 中國是不是支持俄國的 這個國防工業 也強調說台海和平的穩定性 布林肯對中國支持俄羅斯 對烏克蘭戰爭 包括支持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地 表達關切 雙方也就中東與朝鮮半島局勢 交換意見 並且確認兩國高間官員會晤 以及跟進這些議題 另一個部分談到俄烏局勢的部分 現在烏克蘭宣布 已經要從烏東的藥城 阿夫迪夫卡撤軍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烏克蘭的軍方也宣布說 這個主要的重略的戰略重鎮 阿夫迪夫卡撤軍 因為數月以來一直受到 所謂的俄軍的圍困 那美國的國安會的發言人科比 他就談到說俄羅斯 正在派行一波又一波的部隊攻擊 也讓這個阿夫迪夫卡 面臨到俄羅斯控制的風險上面 另外普京也將傳出要訪北韓 那俄羅斯的大使就預告 將會簽署一系列非常好的協議 怎麼說 他說這非常好的協議 一系列簽署 這項協議將在總統普京訪問 北韓時簽署 而現在不只要訪問北韓 還包括了有沒有機會 能夠訪到大陸 大使也證實強化中俄陣線 來對抗西方 怎麼說 他說普京今年將出訪中國 並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進行多次的會晤 建議強化中俄陣營 來對抗西方勢力 另一個部位他談到的是 普京的頭號的政敵 納瓦尼現在傳出宙事 死前他在獄中的視訊 還發生這種燦笑的畫面 現在也曝光 他說說俄羅斯反對派的領袖 納瓦尼做這個消息 引發國際社會的話人 但是不久之前 他曾經在獄中視訊 跟外界聯繫 還拿自己開玩笑 而且看起來精神抖擾 現在突然傳出死性 也讓外界覺得 是不是背後有一些陰謀論上面 因為納瓦尼在2月16號下午 因為散步傳出身體不適 然後失去意識 在醫護人員救治下 仍然宣告不治 現在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 就是說這個已經 目前還沒進行法醫的相關檢驗 但西方的結論已經準備好 來指控俄羅斯來謀害納瓦尼的意圖 這個意圖是不言可遇的 現在美國現在最新情報也指出說 俄羅斯有能力在太空 部署反衛星的核武系統 美國最新情報指出 俄羅斯現在具備在太空中 部署反衛星的核武系統 並且已經向國會 和美國的關鍵盟友進行簡報 多位在場的國會議員強調 儘管情報令人擔憂 但並不對美國或是其他利益 構成立即的威脅 但問題是 美國現在還沒有反制 還有防禦任何所謂的 太空攻擊的一個情況 是不是也是一個巧合 就在俄羅斯公布 這樣的反衛星武器之後 五角大廈的導彈追蹤系統 也送上了低軌 美國的國防部在測試 新的導彈的追蹤軌跡 擴散戰式太空架構 將原型的機送上低軌的軌道 這個是不是也凸顯 所謂的美國擔心俄羅斯 以中國在太空領域上的能力 正在努力保護通訊 以及監視全球的定位系統 話回來先請教亮哥 怎麼看這次王毅跟布林肯的會面 以及還有跟卡麥隆的會面 是不是帶來的一些雙方 釋出善意的一些訊息 我覺得中國跟美國 還有中國跟英國 那個就是行禮如遺而已 是 並沒有什麼實質的進展 因為卡麥隆只是外長 現在整個英國的內閣 反中的部長一堆 包括蘇納克本人 所以要有大的突破 真的不容易 雖然說卡麥隆以前 當總理的時候 是跟中國非常友好的 還說是黃金時期 不過那個已經很久了 已經事隔八年了 所以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認為不容易有進展 不容易了 至於後面這些問題 都是很實質的 而且未來的衝突的發展 空間都非常的大 事實上第一個就是 Alpha di Uca 可能即將淪陷 據我了解是俄羅二軍 已經集結四萬部隊進去了 大概想要來幫普京助選 因為普京三月要選舉 那就是要 因為打到這個城市 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有指標性在 有 大概就鞏固住了盾內之客 等於是整個烏東地區 烏南 烏南 就是他那個等於就是 目前大概類似 比如說巴赫姆特 有好幾個地方 瑪利烏波爾 幾個戰略的城市 這個大概是最後一個 被俄羅斯打下來了 打下來會有什麼後果 意思就是 之後就是一馬平穿 就俄羅斯如果要往前再打 那基本上並沒有很強的戰略防禦 那你就不知道他要打哪裡了 那這個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烏克蘭你要不要談判 那如果你不談判 他可能就隨意攻擊 比如說一下打哈爾克夫了 一下又打哪裡了 然後用新占領的土地當籌碼 說你要不要接受之前的那個邊界 這個事實上很多國家 都搞過這種戰略 所以我覺得我不知道 北約如何面對這個新的情勢 目前只看到一直給錢 比如說烏克蘭跟德國 法國開會 那法國要給30億歐 那德國要給70億歐 可是這個有什麼用 因為你需要的是軍備 需要的是人力 大反攻的這個局面如何興趣 做集結 另外就是你剛剛講到 最後那個新聞 其實那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就是現在不知道他的那個 我們講這個反衛星的核武系統 他搞不好具有攻擊性 不是只有防禦而已對不對 現在美國最擔心的就是 他是不是可以破壞他的GPS 如果這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跟你講 事實上據我瞭解是 因為阿法迪夫卡即將陷落 然後俄羅斯公佈了 反衛星的核武系統 所以美國急著要跟俄羅斯見面 美國都是這樣 美國需要或者他覺得 好像利有未待的時候 他就想跟你見面 就好比那個蘇利文 突然想見王毅一樣 因為鴻海他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事實上國際上 最嚴峻的事情事實上是這一類 比如說美國急著見 中國的代表 為了處理鴻海的問題 所以相對上王毅 就不斷跟他講台灣的問題 所以賴清德現在就如坐針端 因為你不知道他們談到哪裡 俄羅斯這個也是 阿法迪夫卡如果被打下來 然後接下來他的反衛星的核武系統 繼續往前走 美國想要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我覺得現在整個國際的局勢 有點對美國不利 至少這兩件事情 他都沒有辦法處理 是 帥將軍你怎麼看 因為阿夫迪夫卡這個點 就是往下再一打 就把烏南跟烏東完全切斷 克里米亞的補給也就中斷 所以這個是 他春季大公司的一個戰略目標 如果你從戰略目標 你把戰略目標 徹底代表你這個行動整個失敗 所以俄國很快就把它要拿回來 這個我們看這個戰 他目標沒有達成就代表任務失敗 那失敗以後下面就是俄國的進展 所以這個我們要看他 他打阿夫卡迪夫卡的目的 輪述時機的目的 那跟他失敗 第二個王毅跟布林肯 這兩個八個鐘頭我都很佩服 談些什麼東西啊 公布出來的都是老調嘛 對不對 那算什麼善小 惡小 就是說你跟我談 又在那裡死手段 又在後面插刀子 有什麼好談的呢 第二個 我跟你講 這個沒有結果 為什麼 你布林肯能完全代表拜登 你能代表11個月以後的川普 所以這個時候你不具代表性 對你的不確定性 這個談判有什麼意義 沒有什麼意義 做表面而已 就是老調重談一下 重申 頂多談談這個鴻海控制問題 船運安全這些 就知知覺覺的啦 沒有什麼 我覺得不會有什麼重大的突破 另外這個反對黨領袖史黛玉裡面 誰也不能擔保他 因為他是這個西方注意的目標 你就要長命百歲 這個東西 我們講認知作戰 就是很好的一個體材 所以這個問題 現在這個中俄 中美 美俄 現在一個新的戰場 居住在太空裡面 因為烏克蘭戰爭裡面 證明了星鏈的價值 情報上的價值 第二個 現在都有能力把宋蘇利的衛星 改裝成一個軌道型的核子彈 這就很麻煩 這個東西他每四小時三小時 在你美國上空過 你也看不出他要不要打你 突然一個命令下來了 你攔截的時間都沒有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雙方競爭的 你看 中國最強項的就是跳躍式的 變軌的超音速飛彈 就在大氣層跟這個太空的低軌的附近 來玩這個遊戲 第二個到了中太空的時候 沒有空氣阻力了 這個衛星不是可以繞很多天嗎 如果這裡面帶了情報 帶了攻擊武器的話 這是未來一個很可怕的戰場 因為這個阿基里斯 既然就懸在你頭上 衛星從你頭上過的時候 它就可以下來 很可怕 所以這個問題是 地面傳統你看坦克 飛機 大炮 已經都已經快要過時了 這個是一個新的競爭的場所 所以為什麼大家在晶片上要搞 在這個飛彈上要搞 這是未來戰爭的形態 所以因為很快 你現在中國大陸現在 對海軍上面都用雷射 激光 微波 因為什麼 美國最厲害的戰俘飛彈 都是貼地飛行的 貼到海面飛行的 你高空的飛彈我可以解算 我可以攔截 因為迎面而來以前是靠 這個方陣機炮打成一個彈幕 現在那個都不夠了 還有無人機 所以未來的微波 什麼激光 這種武器都出來了 所以我們在想像中間 看伊斯大戰那個大炮 20動16寸 米蘇里艦 那個時代早就過去了 是 吳教授你怎麼看 其實王毅建布林肯 這個我們只能從他的發言 大概去推測他們講什麼 或他們要表達什麼 但是基本上外交的頭頭見面 大概是一些大方針 美中現在大方針我們看的 就是在貿易跟科技上面 他們要避免這上面再惡化 雖然已經夠惡化了 我們從2018年 希望夠緩和一點是不是 對 我們從2018年進中心華為 到2022年 2023年 美國科學晶片法案 美國一直在強加對於這個 上海的長江儲存限制 然後中國也反制 北光跟這個Intel也反制 所以他們兩方在科技上面 互為來往 所以才造就了去年 這個聯盟多跟王文濤討論 好 我們要成立一個副部長會議 然後美內兩次盡量避免 沒有理由的互相禁止 在貿易上面的互相杯葛這樣子 問題是這些談一談 談完之後他們還是互相合去老路子 因為美國人講科技是我們的重中之重 我們就是不要讓中國在科技上超車 所以我們談歸談 我們近歸近 如果這兩個外交頭頭在討論的時候 一定講說好 我們在這方面 麻煩不要再小院高牆 不要再對我們制裁 王毅還在重申一次 如果你要合作 麻煩再合作的地方 我們開始談合作 關係還沒有到那個情況對不對 對 問題是為什麼這一次布林肯 還要這麼再去見再討論 是因為全球的地緣政治 目前對於拜登政府的序任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烏克蘭戰爭很快 又要兩年了 對 沒有見到曙光 而且他變成一個Portretic conflict 我們在講這個延長性的戰爭 他變成長久戰 這對於烏克蘭也好 對哲倫斯基也好 是不利的 對拜登所謂的民主同盟也是不利的 他已經再丟了600億美金 總共是1700億來支援烏克蘭了 對於拜登政府接下來在選舉上面 會變成是一個捉驚自首的現象 烏克蘭背後有中國的影子 他希望中國你要表明你的立場 對 中東以哈衝突 他雖然後面是伊朗 在後面做宗祖國 進行一個代理人戰爭 對 我們看 有黎巴嫩真主黨也好 鴻海的所謂的叛軍也好 然後再加上哈馬斯 這加起來他們都是一個抵抗軸心 那抵抗軸心 背後除了伊朗之外 中國也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對不對 中國還協助 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複交 所以中國也有很重要的角色 假如在地緣衝突上面 中國都可以扮演一個重要的 地緣角色的時候 王毅健跟布林肯見面的時候 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布林肯自己很忙 每個月都去中東 我算不出來 聽說九次去中東了 他去那麼多次中東 中間還要跑去中國 再去穩定跟中國在談 所以代表說 他非常重視中國在外交上面 對於地緣衝突上面的角色跟扮演 最重要是希望 你不要把他們全部串聯一氣 北韓 伊朗 俄羅斯加中國 你們不要串聯一氣 當然如果你們串聯一氣的時候 是對以美國為首的 所謂民主同盟是最大的挑戰 這對於拜登未來的選舉 是一個很大的麻煩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看這個外交上 我們都看到是冰山的一角 我們看到都是冰山上面 但是冰山下面是盤根錯節 水很深 水很深 所以我們還是在研究 拜登的整個外交戰略的時候 這個很多可以去看 但是總體來講 他目前的外交戰略 特別在地緣衝突上面 失分太多了 造成他的民調都很低 538上面 他只有38.9%的支持率 這對於川普 面對川普是打不贏的 是